神雕侠侣 第一回 风月无情 月女彩莲秋水盼 窄绣青罗 暗露霜金串 照影摘花花四面 芳心只共思争乱 鸡翅膝头风浪晚 雾重烟轻 不见来时半 隐隐歌声归赵远 离愁引着江南岸 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 飘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 歌声发自一艘小船之中 船里五个少女和歌嬉笑 荡周采莲 他们唱的曲子是北宋大词人 欧阳修所作的蝶炼花词 写的正是月女彩莲的情景 虽只寥寥寥六十字 但季节时辰所在景物 以及月女的容貌 衣着首饰心情 无一不描绘的历历如见 下半穴更是写景中有叙事 叙事中加抒情 自尽而远 余意不尽 欧阳修在江南围观日久 无山月水柔情蜜意 皆知融入长短剧中 宋人不论达官贵人 或是理相小民 无不以唱词为乐 是以刘勇心词一出 有井水处接歌 而江南春暗折柳 秋湖采莲 随伴的往往便是欧词 时当南宋李宗年间 地处嘉兴南湖 洁尽中秋 荷叶渐残 莲肉宝石 这一阵歌声传入湖边 一个稻姑耳中 他在一旁柳树下巧立已久 晚风扶动他杏黄色稻袍的下摆 浮动他镜中锁插浮沉的万缕柔思 心头思潮起伏 当真意识芳心只供思争乱 只听得歌声渐渐远去 唱的是欧阳修另一首迭练花词 一阵风吹来 隐隐送来两句 风月无情人暗幻 旧游如梦空长段 歌声俯歇 便是一阵歌歌娇笑 那道姑一声长叹 提起左手 瞧着染满了鲜血的手掌 难难自语 那又有什么好笑 小妮子只是瞎唱 魂不解词中相思之苦惆怅之意 在那道姑身后 十余帐外 一个轻袍长须的老者 也是一直巧立不动 只有当风月无情人暗幻 就游如梦空长段那两句传道之时 发出一声极清极清的叹息 小船在碧琉璃般的湖面上滑过 周中五个少女中 三人十五岁上下 另外两个都只九岁 两个幼女是钟表之亲 表姐姓程 单名一个英子 表妹姓陆 名无双 两人相差半岁 三个年长少女唱着歌 将小舟从荷叶丛中荡降出来 成英道 表妹你瞧 这位老伯伯还在这儿 说着 伸手指向垂柳下的一人 那人满头乱发 胡须也是乱碰碰的如刺的一般 须发油光乌黑 照说年纪不大 可是满脸皱纹身陷 却似七八十岁的老翁 身穿蓝布直坠 镜中挂着个婴儿所用的 井段围闲 围闲上 绣着幅花猫铺蝶图 已然陈旧破烂 陆无双道 这怪人在这儿坐了老半天了 怎么动也不动 成英道 别叫怪人 要叫老伯伯 你叫他怪人 他要生气的 陆无双笑道 他还不怪吗 这么老了 头颈里去挂这个危险 他生了气 要是胡子都翘了起来 那才好看呢 从小钟中拿起一个脸捧 往那人头上直去 小周与那怪客相聚数丈 陆无双年纪 陆无双年纪虽小 手上尽力 镜子不弱 这一直也是甚准 成英叫了声 表妹 但要阻止 已然不及 只见那脸捧 竟往怪客脸上飞去 那怪客头一痒 已咬住脸捧 也不伸手去拿 舌头卷处 咬住脸捧便大嚼起来 五个少女 见他竟不拨出脸子 也不怕苦涩 就这么连半连一的吞吃 互相望了几眼 忍不住咯咯而笑 一面划船进前 走上岸来 成英走到那人身边 拉一塌塌衣襟 道 老伯伯 这样不好吃的 从袋里取出一个脸捧 劈开脸房 拨出十几颗脸子 再将脸子外的青皮撕开 取出脸子中苦味的芯 然后递在怪客手里 那怪客嚼了几口 但觉滋味清香鲜美 与食材所吃的大不相同 咧嘴向成英一笑 点了点头 成英又包了几枚脸子递给他 那怪客将脸子抛入口中 一阵乱嚼 杨天说道 跟我来 说着大踏步向西边走 陆无双一拉成英的手道 表姐 咱们跟他去 三个女伴胆小 忙道 快回家去吧 别走远了 惹你娘妈 陆无双 扁扁嘴 半个鬼脸 见到怪客走得盛快 说道 你不来算了 放脱表姐的手向前追去 成英与表妹一同出来玩耍 不能撇下她自归 只得跟了去 那三个女伴 虽比他们大了好几岁 但个个怕羞胆怯 只叫了几声 便见那怪客与路程二人先后走入了桑树丛后 那怪客走得甚快 见路程二人脚步小跟随不上 先还停步等了几次 到后来不耐烦起来 突然转身 长臂伸出 一手一个 将两个小女孩斜在腋下飞步而行 二女只听耳边风声煞燃 路上的石块青草不住在眼前移动 陆无双害怕起来 叫道 放下我 放下我 那怪客哪里理她 反而走得更快了 路无双仰起头来 张口往她手掌圆上猛力咬去 那怪客手掌一碰 只把她牙齿撞得隐隐生疼 路无双只得松开牙齿 一张嘴可不闲着 拼命地大叫大嚷 成鹰却是默不作声 那怪客又奔一阵 将二人放下地来 当地是个坟场 成鹰的小脸下成惨白 路无双却仗得满脸通红 成鹰道 老伯伯 我们要回家了 不跟你玩了 那怪客两眼瞪视着她 一眼不发 成鹰见她目光之中流露出一股哀愁七碗 自怜自伤的神色 不自禁地起了同情之心 轻轻道 要是没人陪你玩 明天你再到湖边来 我包帘子给你吃 那怪客叹道 是啊 十年了 十年来都没人陪我玩 突然间目现凶光 恶狠狠地道 何元君呢 何元君到哪里去了 成鹰见她突然间声色俱立 心里害怕 低声道 我 我不知道 那怪客抓住她手臂 将她身子摇了几摇 低沉着嗓子道 何元君呢 成鹰给她吓得几欲哭了出来 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 却始终没有留下 那怪客咬牙切齿地道 哭啊 哭啊 你干嘛不哭 你在十年前就是这样 我不准你嫁给她 你说不舍得离开我 可是非跟她走不可 你说感激我对你的恩情 离开我心里很是难过 呸 都是骗人的鬼话 你要是真的伤心 又为什么不哭 他狠狠地凝视着成鹰 成鹰早给吓得脸无人色 但泪水总是没掉下来 那怪客用力摇晃着他身子 成鹰牙齿咬住嘴唇 心中只说 我不哭 我不哭 那怪客道 哼 你不肯为我掉一滴眼泪 连一滴眼泪也舍不得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猛然放脱成鹰 双腿一弯 挨着身子往身旁一块墓碑上撞去 砰的一声 邓氏晕落过去 倒在地下 卢双叫道 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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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死了 瞧瞧他去 卢双道 死了 那不变了鬼吗 成鹰吃了一惊 既怕他变鬼 又怕他忽然行转 再抓住自己说些古里古怪的疯话 可是见他满脸鲜血 实是可怜 自己安慰自己 老伯伯不是鬼 我不怕 他不会再抓我 一步步的缓缓走近 叫道 老伯伯 你疼吗 怪客呻吟了一声 却不回答 成鹰胆子大了些 取手怕给他按住伤口 但他这一状之事着实猛狠 头上伤得好声厉害 转瞬之间 一条手帕就给鲜血浸透 他用左手紧紧按住伤口 过了一会儿 鲜血不再流出 怪客微微睁眼 见成鹰坐在身旁 叹道 你又救我作甚 还不如让我死了干净 成鹰见他行转 很是高兴 柔声道 你头上疼不疼 怪客摇摇头 欺然道 头上不疼 心里疼 成鹰听得奇怪 心想 怎么头上破了这么一大块 反而头上不疼 心里疼 当下也不多问 解下腰带 给他包扎好了伤处 怪客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道 你是永不肯再见我的了 那么咱们就这么分手了吗 你一滴眼泪也不肯为我流吗 成鹰听他这话说的伤心 只见他一张丑脸 虽然鲜血斑斑的甚是怕人 眼中却满是球肯之色 不禁心中酸楚 两道泪水夺矿而出 怪客见到他的眼泪 脸上神色又是欣喜 又是凄苦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成鹰见他哭得心酸 自个儿眼泪更如珍珠断线般 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轻轻伸出双手 搂住了他的脖子 不无双 见他二人莫名其妙地搂着痛哭 一股笑意竟从心底直透上来 再也忍耐不住 纵声哈哈大笑 那怪客听到笑声 仰天叹道 是啊 嘴里说永远不离开我 年纪一大便将过去的说话都忘了 只记着这个心相识的小白脸 你笑得可真开心啊 低头仔细在瞧成鹰说道 是的 是的 你是阿源 是我的小阿源 我不许你走 不许你跟他笑白脸畜生走 说着紧紧抱住了成鹰 陆无双见他神情激动 却也不敢再笑了 怪客道 阿源 我找到你了 咱们回家去吧 你从今以后永远跟着爹爹在一起 成鹰道 老伯伯 我爹爹早死了 怪客道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你的义父啊 我是你的义父啊 你不认得了吗 成鹰微微摇头道 我没有义父 走吧 怪客大叫一声 狠狠将他推开 喝道 阿源 你连义父也不认了 成鹰道 老伯伯 我叫成鹰 不是你的阿源 我叫成鹰 那怪客 喃喃的道 你不是阿源 不是我的阿源 呆了半晌 说道 二十多年之前 阿源才似你这般大 现今 阿源早长大了 早大的不要爹爹了 他心眼中 就只鹿展元的小畜生一个 鹿无双啊的一声 道 鹿展元 鹿展元 怪客双目瞪视着他 问道 你认得鹿展元 是不是 鹿无双 微微笑道 我自然认得 他是我大伯 那怪客突然满脸都是很立直色 伸手抓住鹿无双两臂 问道 他 他 这小畜生在哪里 快带我去找他 鹿无双 鹿无双 鹿无双右手抚摸左臂道 可是一只手在怀里伸不出来 显示摸不到什么糖果 鹿无双 鹿无双 鹿无双三人已到了双怀之旁 鹿展元 鹿展元这小畜生死了 几时死的 鹿无双笑嘻嘻的道 死了有三年了 那怪客呆笑道 死的好 只可惜我不能亲手娶他狗命 说着两天哈哈大笑 笑声远远传了出去 声音中充满哀愁愤 生乎无欢乐之夜 此时天色向晚 绿羊青草间一拢上淡淡烟雾 陆无双拉拉表姐的衣袖低声道 咱们回去吧 那怪客道 小白脸死了 阿元还在这里干嘛 我要接他回大理去 喂 小娃娃 你带我去找你 找你那个此大伯的老婆去 陆无双向墓碑一指道 你不见吗 我大妈也死了 怪客纵身跃起 叫声如雷猛喝 你这话是真是假 他 他也死了 陆无双脸色苍白 颤声道 爹爹说的 我大伯死了之后 大妈跟着也死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别吓我 我怕 怪客垂胸大叫 他死了 他死了 不会的 你还没见过我面 绝不能死 我跟你说过的 十年之后 我定要来见你 你 你怎么不等我 他狂叫猛跳 视苏 我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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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就忘了吗 你说定要和我再见一面 怎么答应了的事不算数 喊到后来声音渐渐嘶哑 他蹲下身子双手运进 头上热气缓缓冒起 有如蒸笼 手臂上肌肉囚结 躬身拔背 猛喊一声起 那怀叔始终未能拔起 可是嘎啦一声巨响 进而从中断为两劫 他抱着半劫槐树发了一阵呆 轻声道 死了 举起来奋力致出 半劫槐树远远飞了出去 又如在半空中张了一柄大伞 他呆立目前 喃喃的道 不错 路门何夫人 那就是阿元了 眼睛一花 两块石碑换成两个人影 一个是蔫花微笑 明眸流畔的少女 另一个却是长身玉立 神情潇洒的少年 两人并肩而立 那怪客睁眼骂道 你诱拐我的乖女儿 我一指点死你 伸出右手食指 栖身直进 猛往那少年胸口点去 突厥食指剧痛 几欲折断 原来这一指点中了石碑 那少年的身影却隐没不见了 怪客大怒 骂道 你逃到哪里去 左掌随着击出 一掌双发 啪啪两响都击在背上 他愈打愈怒 掌力也愈来愈凌厉 打得十余掌 手掌上已是鲜血淋漓 成英心中不忍 劝道 老伯伯 别打了 你可打痛了自己的手 那怪客哈哈大笑 叫道 我不痛 我要打死陆展元这小畜生 他正自纵声大笑 笑声呼而终止 呆了一呆 叫道 我非见你的面不可 非见你的面不可 双手猛力探出 十根手指如锥子般插入了那座 路门和夫人坟墓的坟土之中 戴德手臂缩回 已将坟土抓起了两大块 只见他两只手掌有如铁铲 随起随落 将坟土一大块一大块的缠起 成怒二人吓得脸无人色 不约而同的转身便逃 那怪客全神贯注的挖坟 魂没留意 二人急奔一阵 直到转了好几个弯 不见怪客追来 这才稍稍放心 二人不识路途 沿路向乡人打听 直到天色大黑 方进陆家庄大门 陆霜张口直掌 不好了不好了 爸爸妈妈快来 那疯子在挖大伯大妈的坟呢 飞跑着闯进大厅 只见父亲陆立顶正抬起了头 呆呆地望着墙壁 成英跟着进厅 和陆无双顺着他眼光瞧去 却见墙上印着三排手掌印 上面两个 中间两个 下面五个 共是九个 每个掌印 都是烟红如絮 陆立顶听着女儿叫嚷 王问 你说什么 陆无双叫道 那个疯子 在挖大伯大妈的坟呢 陆立顶一惊 站起身来喝道 胡说 成英道 仪仗是真的呀 陆立顶知道自个儿女儿 刁钻顽皮 精灵古怪 但成英却从不说谎 问道 什么事 陆无双叽叽咯咯的 将适才的事说了一遍 陆立顶心之不妙 不待他说完 从壁上摘下单刀 朝凶枣坟上急奔而去 奔到坟前 只见不但凶枣的坟墓已被挖破 连二人的棺木也都打开了 当他听到女儿说起有人挖坟 此事源在意料之中 但亲眼见到 仍是不禁心中砰砰乱跳 棺中尸首却已踪影全无 棺木中的石灰 纸巾 棉垫都已凌乱不堪 他定了定神 只见两具棺木的盖上 留着许多铁器的斩凿印痕 不由得既悲且愤 又惊又疑 刚才没细问女儿 不知这道士恶贼跟凶嫂有何深仇大怨 在他们死后上来毁尸泄愤 当即提刀追赶 他一生武功都是兄长陆展元所传 生性淡薄 兼知家道殷实 一生习风吕后 从不到江湖上行走 可说是全无阅历 又乏应变之才 不会找寻道士贼的踪迹 兜了个圈子后 又回到坟前 更是没有半点主意 带了半赏 只好回家 他走进大厅 坐在椅中 顺手将单刀煮在椅边 放着墙上的九个血手印呆呆出神 心中只是想 哥哥临死之时曾说 他有个仇家 是个道姑 名叫李莫仇 外号赤炼仙子 武功技高 行事又是心狠手辣 欲料在他成亲之后十年 要来找他夫妻报仇 那时他说 我此病已然不治 这场冤仇 那赤炼仙子是报不成的了 再过三年 便是他来报仇之期 你无论如何要劝你 嫂子远远避开 我当时含泪答应 不料嫂子在我哥哥逝世的当晚 便急自问驯夫 哥哥已去世三年 算来 正是那道姑前来报仇之期 可是我兄嫂既已去世 冤仇什么的字也一笔勾销 那道姑又来干什么 哥哥又说 那道姑杀人之前 往往先在那人家中墙上 或是门上印上血手印 一个手印便杀一人 我家连长弓卑女 总共也不过七人 怎地 他印上了九个手印 是了 他先印上血手印 才得知我凶嫂已死 便再派人去掘坟道尸 这 这女魔头当真恶毒 我今日一直在家 这九个血手印 却是几十印下的 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手 此人 想到此处 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背后脚步细碎 一双柔软的小手 蒙住了她的双眼 听得女儿的声音说道 爹爹 你猜我是谁 这是陆无双 自小跟父亲玩惯了的玩意儿 她三岁时伸手蒙住父亲双目说 爹爹你猜我是谁 令父母大笑了一场 自此而后 每当父亲闷闷不乐 她总是使着烦 引她高兴 陆丽顶纵在盛怒之下 被爱女这么一斗 也必怒气尽消 但今日她却再无心思与爱女耍 但今日她却再无心思与爱女耍戏 扶开她双手道 爹爹没空 你到里边玩去 陆无双一呆 她自晓得父母爱宠 难得见她如此不理睬自己 小嘴一掘 要带撒娇跟父亲不一 只见男仆阿根匆匆进来 垂手禀道 少爷 外面来了客人 陆丽顶挥挥手道 你说我不在家 阿根道 少爷 那大娘不是要见你 是过路人要借宿一晚 陈丽顶惊道 什么 是娘们 阿根道 是啊 那大娘还带了两个孩子 长得怪俊的 陆丽顶听说那女客还带着两个孩子 稍稍放心道 她不是道姑 阿根摇摇头道 不是 穿得干干净净的 瞧上去 倒是好人家的大娘 陆丽顶道 好吧 你招呼她到客房安息 饭菜相待就是 阿根 阿根答应着 去了 陆 无双道 我也瞧瞧去 随后奔出 陆丽顶站起身来 正要入内与娘子商议如何应敌 陆二娘已走到厅上 陆丽顶将血手印指给她看 又说了焚破失失之事 陆二娘皱眉道 两个孩子送到哪里去躲避 陆丽顶指着墙上血印道 两个孩子也在树内 这魔头既按下了血手印 只怕轻易躲避不了 哎 咱两个汪子练了这些年功夫 这人进出我家 我们没半点知觉 这 这 陆二娘望着白墙 抓住以背道 为什么九个指印 咱们家里可只有七口 他两句话出口 手足酸软 正正地望着丈夫 竟要流下泪来 陆丽顶伸手扶住她臂膀 陆二娘道 娘子 事到临头 也不必害怕 上面这两个手印 是要给我哥哥和嫂子的 下面两个 自然是打在你我身上了 第三排的两个 是对付吴双和小鹰 最后三个 打的是阿根和两名丫头 这才叫血溅满门呢 陆二娘颤声道 哥哥嫂子 陆丽顶道 不知这魔头跟哥哥嫂子有什么大仇 凶嫂死了 她仍要派人从坟里掘出他们的遗体来折辱 陆二娘道 你说那疯子是他派来的 陆丽顶道 这个自然 陆二娘见他满脸汗水尘土 柔声道 回房去擦个脸 换件衣衣服 好好休息一下再说 陆丽顶 陆丽顶站起身来和他并肩回房 陆二娘说道 说道 娘子 陆家满门 今日若是难逃 一死也让咱们死得不坠了凶嫂的威名 陆二娘心中一酸 道 二爷说的是 两人均想 陆丽顶虽然积极无名 他兄长陆展元和元君夫妇却是侠名震于江湖 嘉兴陆家庄的名头在武林中向来是无人胆敢小觑的 二人走到后院 呼听的东边壁上咔的一响 高处有人 陆丽顶抢上一步挡住妻子身前 抬头看时却见墙头上坐着一个男孩 伸手正去摘灵霄花 又听墙角边上有人叫道 小心了 我掉下来 原来 陈英陆无双和另一个男孩守在墙边花丛之后 陆丽顶心想 这两个孩 想是来借宿那家人的 怎么如此顽皮 墙头那男孩摘了一朵花 陆无双叫道 给我 给我 那男孩一笑 却向成英抛去 成英伸手接过递给表妹 陆无双恼了 拿过花丢在地下 踏了两脚 撑道 稀罕吗 我才不要呢 陆氏夫妇见孩们玩得起劲 全部之一场血腥大祸已破在眉睫 叹了口气 统进房中 成英见陆无双踏坏花朵 道 表妹 你又生什么气了 陆无双小嘴撅起道 我不要他的 我自个儿踩 说着 又足一点 身子跃起 已抓住一根花架上垂下来的紫藤 这么一借力又跃高树尺 竟往一株银桂树的枝干上窜去 墙头的男孩拍手喝彩 叫道 到这里来 陆无双双手拉着桂花树枝 在空中荡了几下 松手放树 向着墙头扑去 以他所练过的这一点微莫轻功 这一扑实是大为危险 只是他气恼那男孩把花朵抛给表姐 而不给自己 女孩家在生人面前要强好胜 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从空中飞跃过去 那男孩吃了一惊 叫道 哎 留神 伸手相接 他若不伸出手去 卢霜远可攀到墙头 但在半空中 见到男孩要来相拉 赤道 让开 侧身要避开他双手 那空中转身之极是极上乘的轻功 他曾见父亲驶过 但连他母亲也不会 他一个小小女孩又怎会驶 这一转身 手指已攀不到墙头 惊叫一声 哎呦 直坠下来 墙脚下那男孩见他跌落 飞不过来 伸手去接 墙高一丈有余 路不霜 身子虽轻 这一跌下来 力道可是甚大 那男孩一把抱住了他的腰身 两人重重的一起摔倒 只听咔咔两响 路不霜左腿 腿骨折断 那男孩的鹅脚撞在花坛石上 瞪时鲜血喷出 成英与另一个男孩见闯了大祸 忙上前相扶 那男孩慢慢站起身来 按住鹅上窗口 路不霜却已晕了过去 成英抱住表妹大叫 一丈阿姨快来 路立顶夫妇听得叫声 从房中奔出 见到两个孩子富商 又见一个中年妇人从西乡房快步出来 料想是那前来借宿的女子 只见她抢着抱起 路无双与那男孩走向厅中 她不替孩子止血 却先给路无双接续断了的腿骨 路二娘娶过不怕 给那男孩头上包扎了 过去看女儿腿伤 那妇人在路无双断腿内侧的白海穴 与西后伟中学各点一指 指住她的疼痛 双手持定断腿两边 带咬接骨 路立顶 见她出手利落 点学功夫更是到家 心中疑云大起 叫道 大娘是谁 光临设下 有何指教 那富人全神贯注的 替路无双接骨 只嗡了几声 没打她问话 就在此时 忽然屋顶上有人哈哈大笑 一个女子声音叫道 但娶陆家一门九口性命 与人快快出去 那富人正在接骨 猛听得屋顶上呼吓之声 吃了一惊 不自禁的双手一扭 咔的一声 卢庄剧痛之下 大叫一声 又晕了过去 个人一起抬头 只见屋檐边 站着一个少年道姑 月光映在她的脸上 看来只有十五六岁年纪 背插长剑 血红的剑韬在风中 烈烈作响 陈丽顶朗声道 在下陆丽顶 你是李仙姑门下的吗 那小道姑嘴角一歪 说道 你知道就好了 快把你妻子女儿 扑 快把你妻子女儿 背扑尽都杀了 然后自尽 免得我多费一番手脚 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 不虚不及 竟是将对方半点没放在眼里 陆丽顶听了这几句话 只气得全身发颤 说道 你 你 一时不知如何应付 但要越上与其私拼 却想对方年幼 又是女子 可不便当真跟她动手 正愁愁间 忽觉身旁有人掠过 那前来借宿的妇人 已纵身上屋 手挺长剑 与那小道姑斗在一起 那妇人身穿灰色衫裙 小道姑穿的是姓黄道袍 月光下只见灰影与黄影盘旋飞舞 夹杂着三道寒光 偶尔发出几下兵刃碰撞这声 陆丽顶武功得自兄长钦传 虽然从无林笛经历 眼光却是不弱 与两人见招瞧得清清楚楚 见小道姑手中一柄长剑 守护转弓 弓输变手 剑法甚是伶俐 那妇人凝神应敌 承熙递出招数 陡然间听得争了一声 双剑相交 小道姑手中长剑飞向半空 她急跃退后 翘脸声韵 赤道 我奉师命来杀陆家满门 你是什么人 却来多管闲事 那妇人冷笑道 你师父若有本事 就该早寻陆展元算账 现下明知她死了 却来找旁人的晦气 休也不休 小道姑右手一挥 三枚银针击射而出 两枚打向了妇人 第三枚却射向站在天井中的陆立顶 这一下大使出人意外 那妇人挥剑击开 陆立顶低声怒斥 伸两指 钳住了银针 小道姑微微冷笑 翻身下屋 只听得不声细碎 飞快去了 那妇人跃回亭中 见陆立顶手中拿着银针 忙道 快放下 陆立顶一言至下 那妇人挥剑割断自己一截衣袋 立即将她右手手腕牢牢覆住 陆立顶吓了一跳 道 针上有毒 那妇人道 剧毒无比 当即取出一粒药丸给她服下 陆立顶只觉时钟两指 麻木不仁 随即肿大 那妇人忙用剑尖 划破她两根手指的纸心 但见一滴滴的黑血渗了出来 陆立顶大害 心道 我手指又未破损 只碰了一下银针 就如此厉害 若是给银针刺破一点 哪里还有命在 当下向那妇人施了一礼 道 在下有眼不识泰山 不敢请问大娘高兴 那妇人道 我家官人姓武 叫做武三通 陆立顶一领 说道 原来是武三娘子 听说武前辈是云南大理伊登大师的门下 不是师父 武三娘道 正是 伊登大师是我家官人的师父 小妇人从官人手里学的一些粗浅武艺 当真是班门弄府 可叫陆也见笑了 陆立顶连声称谢元首之德 他曾听兄长说起 生平所见武学高手 以大理伊登大师门下的最事了得 伊登大师原为大理的国君 辟魏为僧后 有于乔庚 耕读四大弟子随带 其中那农夫名叫武三通 与他兄长颇有嫌隙 至于如何接怨 则未曾名言 可是武三娘不予己为敌 反而出手逐走赤炼仙子的弟子 此中缘由实在难以缩减 个人回进厅堂 陆立顶将女儿抱在怀内 见她已然苏醒 脸色惨白 但强自忍痛 竟不哭泣 不禁甚是怜惜 武三娘叹道 这女魔头的徒儿一去 那魔头立即轻致 陆也 不是我小看于你 凭你夫妇两人 再加上我 万万不是那魔头的对手 但我瞧 陶也无意 咱们听天由命 便在这儿等他来吧 陆二娘问道 这魔头到底是何等样人 和咱家又有什么深仇大怨 武三娘向陆立顶望了一眼 道 难道陆爷没跟你说过 陆二娘道 他只说 此事与他兄嫂有关 其中牵涉到男女情爱 他也并不十分明白 武三娘叹了口气道 这就是了 我是外人 说一下不妨 令兄陆大爷十余年前曾去大理 那魔头赤练仙子李莫愁 献下武林中人文明丧誕 可是十多年前却是个美貌温柔的好女子 那时也并未出家 只是前生的冤孽 他与令兄相见之后就种下了情苗 后来经过许多纠葛变故 令兄与令嫂和元君成了亲 说到令嫂却又不得不提卓夫之事 此事严之有愧 但今日情势紧迫 我也只好说了 这个和元君本来是我们的义女 陆立顶夫妇同时啊的一声 五三娘轻抚那受伤男孩的肩膀 眼望烛火 说道 令嫂和元君自有孤苦 我夫妇收养在家认作义女 对她甚是怜爱 后来她结识了令兄 双方情投意合要结为夫妇 卓夫一来不愿她远嫁 二来又是固执的紧 说江南人狡猾多乍十分靠不住 不论如何不肯搭允 阿元却悄悄跟着令兄走了 成亲之日 卓夫和李莫愁同时去跟新夫妇为难 喜宴座中有一位大理天龙寺的高僧 出手镇住两人 要他们冲着他的面子 保新夫妇十年平安 卓夫与李莫愁 当时被迫答应 十年内不跟新夫妇为难 卓夫奋机过慎 此后就一直疯疯癫癫 不论他的师友和我如何相劝 总是不能开解 老是算着这十年的日子 屈指算来 今日正是十年之期 想不到令兄跟阿元 哎 却连十年的福也想不到 说着垂下头来 神色凄然 陆立顶道 如此说来 绝坟到我胸脏遗体的便是尊夫了 五三娘身有惨色 道 刚才听府上两位小姐说起 那却是卓夫 陆立顶浮然道 尊夫这等行径可大大的不是了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怨仇 何况我胸嫂已死 就算真有深仇大怨 但也是一了百了 却何以来倒塌遗体 这算什么英雄好汉 论到辈分 武士夫妇该是尊长 但陆立顶心下愤怒 说话间便不须尊卑之礼 五三娘叹道 陆爷责备的事 卓夫心智失常 言语举止 往往不通情理 我今日挟着两个孩来此 原是仿被卓夫到这里来胡作非为 当今之事 只怕也只有我一人 他才忌惮三分了 说到这里 向两个孩子道 向陆爷陆二娘叩头 带你爹爹谢罪 两个孩子败了下去 陆二娘盲身手扶起 问起名字 那摔破鹅脚的叫做五吨乳 是哥哥 弟弟叫五修文 两个相差一岁 一个十二 一个十一 五学名家的两个儿子 却都取了个斯文名字 五三娘言道 他夫妇中年得子 深知五林中的险恶 盼望儿子弃五学文 可是两个孩儿还是好物 跟他们的名字沾不上边 五三娘说了情由 黯然叹息 心想 这番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别的话却是不足为外人道了 原来 何元君长到十七八岁时 亭亭玉丽娇美可爱 五三通对他似乎以不纯是一父一女之情 以他武林豪侠的身份 自不能有何愚愤的言行 本以内心欲解 突然间他爱上了一个江南少年 竟是狂怒不能自己 至于他说江南人狡猾多诈 十分靠不住 除了狄氏和元君的义中人外 也因当年受了黄蓉的欺骗 替郭靖脱下压在尖头的黄牛大石弄得不能脱身 虽然后来与靖蓉二人和解了 但江南人狡猾多诈一截 却是深印脑中 五三娘又道 万想不到卓夫没来 那赤练仙子却来巡抚上的晦气 说到此处 呼听呼上有人叫道 汝儿 文儿 给我出来 这声音来得甚是突然 丝毫不闻乌瓦上有脚步之声 便忽然有人呼叫 陆氏夫妇同时一惊 只是五三通到了 成英与陆无双 也认出是吃莲碰怪客的声音 只见人影晃动 五三通飞身下屋 一手一个提了两个儿子上屋而去 五三娘大叫 喂 喂 你来见过陆爷陆二娘 你娶去的那两具尸体呢 快送回来 五三通全部理会 早去得远了 他乱跑一阵 奔进一座树林 忽然放下修文 单单抱着敦乳 走得踪影不见 竟把小儿子留在树林之中 五修文大叫 爸爸 爸爸 这父亲抱着哥哥 早已奔出数十丈外 只听得他远远叫道 你等着我回头再来抱你 五修文知道父亲行事向来颠三倒四 倒也不以为意 黑夜之中 一个人在森林里虽然害怕 但想父亲不久回来 当下坐在树边等待 过得良久 父亲始终不来 他自言自语 我找妈去 向着来路摸索回去 那只江南乡间千墨纵横 小路弯来绕去 纵在白日也是难认 何况黑夜之中 他越走 道路越是狭窄 数次踏入了田中 双脚全是烂泥 他后来竟摸进了一片树林之中 脚下七高八低 望出来黑漆一团 他急得想哭 大叫爸爸爸爸妈妈 庆夜中哪里有人答应 却听得咕咕咕咕几声 这是猫头鹰的啼声 他曾听人言道 猫头鹰最爱数人眉毛的根数 若是被他数得清楚 立即毙命 当即身指沾了唾眼 占尸眉毛 好叫猫头鹰难以计数 但猫头鹰还是不入提教 他靠在树盖上 伸直紧紧按住双眉 不敢烧动 心中只是砰砰乱跳 过了一会儿 终于合眼睡着了 睡到天明 迷糊中听得头顶 几下清亮高亢的提声 他睁开眼来 抬头望去 只见两只极大的白色大鹰 正在天空盘旋翱翔 双翅横斩 竟达账旭 他从未见过这般大鹰 宁目注视 只觉又是奇怪 又是好玩 叫道 哥哥快来看大鹰 一时没想到 只自个儿孤身一人 自来形影不离的哥哥 却已不在身边 呼听得背后两声低笑 声音娇柔清脆 似出于女孩子之口 两只大鹰又盘旋了几个圈子 缓缓下降 武修文回过头来 只见树后走出一个女孩 向天空招手 两只大鹰脸翅飞落 站在她的身边 那女孩向武修文望了一眼 抚摸两只大鹰之背 说道 好雕 好雕 武修文心想 原来这两只大鹰是雕 但见双雕昂首顾盼 神韵飞长 站在地下 比那女孩还高 武修文走近说道 这两只雕是你家养的吗 那女孩小嘴微绝 做了个轻面神色道 我不认得你 不跟你玩 武修文也不以为武 伸手去摸雕背 那女孩一声轻哨 那雕左翅突然扫出 净力尽是极大 武修文没提防 邓时摔了个惊动 武修文打了个滚站起 望着双雕 亲一下好声羡慕 说道 这对雕真好 肯听你话 我回头要爹爹 也去捉一对来养了玩 那女孩道 哼 你爹爹捉得着吗 武修文连讨三个没去 善善的很是不好意思 定睛瞧时 只见他身穿淡绿罗衣 井中挂着一串明珠 脸色白嫩无比 游如奶油一般 似乎要滴出水来 双目流动 秀眉鲜长 武修文虽是小童 也觉着他秀丽之极 不由自主的心生亲近之意 但见他神色凛然 却又不禁感到畏缩 那女孩右手抚摸凋背 一双眼珠在武修文身上 滚了一转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一个人出来玩 武修文道 我叫武修文 我在等我爹爹呀 你呢 你叫什么 那女孩扁了扁小嘴 哼的一声说 哼 我不跟野孩子玩 说着转身便走 武修文呆了一呆叫道 哎 我不是野孩子 一边叫 一边随后跟去 他见那女孩 约摸比自个儿小着两三岁 人矮腿短 自个儿一发足便可追上 哪知他刚展开轻弓 那女孩脚步好快 片刻间已奔出树杖 竟把他远远抛在后面 他再奔几步 站定身子 回头叫道 哼 你追得着我吗 武修文道 自然追得着 立即提气急追 那女孩回头又跑 忽然向前急冲 躲在一株松树后面 武修文随后跟来 那女孩瞧他跑得近了 陡然间伸出左足 往他小腿上绊去 武修文全没料到 瞪时向前跌出 他忙使个铁树桩 想定住身子 那女孩又足又出 向他臀部猛力踢去 武修文一跤直摔下去 鼻子刚好撞在一块小尖石上 鼻血直流 衣上点点斑斑的尽是鲜血 那女孩见血不禁慌了 当时没做理会处 只想拔足逃走 忽然身后有人喝道 福尔 你又在欺负人了 是不是 那女孩并不回头 便道 谁说的 他自个摔跤 管我什么事 你可别跟我爹说 武修文按住鼻子 其实也不很疼 只是见到满手鲜血 心下惊慌 他听得女孩与人说话 转过身来 剑是个撑着铁拐的 博足老者 那人两鬓如霜 形容枯鎬 双眼翻白 是个瞎子 只听他冷笑道 你别欺我瞧不见 我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这小妞啊 线下已经这样坏 大了 瞧你怎么得了 那女孩过去挽住她的手臂 要求道 大公公 你别跟我爹爹说好不好 他摔出了鼻血 你给他治治呀 那老者踏上一步 左手抓住五修文手臂 右手伸直在他鼻旁 闻香穴按了几按 五修文鼻血本已见止 这么几按就全然不留了 只觉那老者五根手指 有如铁钳 又长又硬 紧紧抓着自己的手臂 心中害怕起来 微微一正 竟是动也不动 当下手臂一缩一圈 使出母亲所受的小琴拿手功夫 手掌打个半圈 向外一翻 那老者没料到 这小小孩童竟有如此巧妙手法 被他一翻之下 竟而脱手 一的一声轻呼 随即又抓住了他的手腕 五修文运进欲再挣脱 却怎么也挣不脱了 那老者道 小兄弟别怕 你姓什么 五修文道 我姓武 那老者道 你说话不是本地口音 从哪来的 你爹妈呢 说着放松了他的手腕 五修文想起一晚没见爹娘 不知他两人怎样了 听他问起 显心便要哭出来 那女孩刮脸羞他 唱道 羞羞羞小花狗 眼圈红 要流油 五修文 五修文昂然道 哼 我才不哭呢 当下将母亲在陆家庄等候敌人 父亲抱了哥哥不知去了哪里 自个儿在黑夜中迷路等情说了 他心情激动 说得大事颠三倒四 但那老者也听出了七八成 又问之他们是从大理国来 父亲叫做五三通 最擅长的武功是一阳指 那老者道 你爹爹是一灯大师门下 是不是 五修文喜道 哎 是啊 你认识咱们皇爷吗 你见过他没有 我可没见过 五三通当年在大理国攻击地段志兴手下 当御林军总管 后来段志兴出家 发明一灯 但五三通与两个孩子说起往事之时 仍是咱们皇爷怎样怎样 是以五修文也叫他咱们皇爷 那老者道 我也没有机缘拜见过他老人家 久仰南帝的大名好生亲县 这女孩的爹娘曾受过他老人家极大的恩惠 如此说来大家不是外人 你可知道你妈等的敌人是谁 五修文道 我听妈跟陆爷说话 那敌人好像是什么赤链蛇 什么仇的 那老者抬起头 难难的道 什么赤链蛇 突然一顿铁杖 大声叫道 是赤链仙子李莫仇 五修文喜道 对对 正是赤链仙子 那老者灯石神色 甚是郑重 说道 你们两个在这里玩 一步也别离开 我瞧瞧去 那女孩道 大公公我也去 五修文也道 我也去 那老者急道 哎呀 万万去不得 那女魔头凶恶的紧 我打不过她 不过既知朋友有难 可不能不去 你们要听话 说着 竹铁杖 一瘸一拐的急行而去 五修文好生佩服 说道 这老公公又瞎又薄 却奔得这么快 那女孩小嘴一扁道 这有什么稀奇 我爹爹妈妈的轻功 你见了 才吓一大跳呢 五修文道 你爹爹妈妈 也是又瞎又薄的吗 那女孩大怒 道 呸 你爹爹妈妈 才又瞎又薄呢 此时天色大明 田间农夫已在耕作 男男女女唱着山歌 那老者本是本地土著 双目虽盲 但熟悉道路 随行随问 不久即来到卢家庄前 远远便听得兵刃香蕉 乒乒乓乓地打得极是猛烈 陆展元一家是本地的官宦世家 那老者却是世警之徒 虽然同是嘉兴有名的武学知识 却向无往来 又转自己武功不及赤练仙子 这番赶去只是多赔上一条老命 但想到此事牵涉伊登大师的弟子在内 大伙欠伊登大师的情太多 绝不能袖手 当下足上加劲 抢到庄前 只听得屋顶上有四个人在激动 他侧耳倾听 从呼吓与兵刃相交声中 听出一边三个 另一边只有一个 可是众不敌寡 那三个已全然落在下风 上晚五三通报走了两个儿子 陆立顶夫妇甚是讶异 不知他是何用意 五三娘却脸有喜色笑道 卓夫平日疯疯癫癫 这回却难得通达市里 陆二娘问起原因 五三娘笑而不答 直到 我也不知所料对不对 待会儿便有分晓 这时夜已渐深 陆无双服在父亲怀中沉沉睡去 成英也是迷迷糊糊 睁不开眼来 陆二娘抱了两个孩子 要送他们入房安睡 五三娘道 且稍待片刻 乌顶的屋顶有人叫道 抛上来 正是五三通的声音 他轻功了得 来到屋顶 陆氏夫妇事先仍是全没察觉 五三娘接过成英 走到厅口向上抛去 五三通身臂抱去 陆氏夫妇正惊意间 五三娘又抱过陆无双置了上去 陆丽顶大惊叫道 干什么 月上屋顶 四下里黑沉沉的已不见五三通与二女的踪影 他拔足欲追 五三娘叫道 陆爷不必追赶 他是好意 陆丽顶将信将疑 跳回亭中 颤声问道 什么好意 此时陆二娘却已会议 道 五三爷怕那魔头害了孩儿们 定是将他们藏到了稳妥之处 陆丽顶当局者迷 被娘子一语点醒 连道 正是正是 但想到五三通 倒去自己胸扫尸体 却又甚不放心 五三娘叹道 卓夫自从阿元嫁了令兄之后 见到女孩子就会生气 不知怎的就会眷顾府上两位千金 实非我意料所及 他第一次来带走乳儿 闻儿之时 我见他对两位小姐连望极眼 神色间大是怜爱 颇有关怀之意 他从前对着阿元 也总是这般模样的 果然他又来抱去了两位小姐 但愿他从此转性 不再糊涂 说着连叹了两口长气 接着道 两位且痒痒神 那魔头什么时候到来 谁也料想不到 提心吊胆地等着 没得折磨了自己 陆氏夫妇 初时顾念女儿 与姨侄女儿的安危 心中利溜 举止失措 此时去了后顾之忧 恐惧之心渐渐 敌忾之意大增 两人身上带其暗器兵刃 坐在厅上闭目养神 两人做了十几年夫妻 平日为家务小事 不时小有举语 此刻想到强敌转瞬即至 想起陆展元 与五三娘所说 那魔头武功高强 行事毒辣 多半大树难逃 夫妇相携之 知识无多 不自禁互相依微 四手相握 过了凉久 万籁俱静之中 忽听得远处飘来一阵 轻柔的歌声 相隔虽远 但歌声吐字清亮 清清楚楚听得是 问世间 问世间 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每唱一字 便尽了许多 那人来得好快 第三句歌声未歇 已来到门外 三人恶然相顾 突然间 拼碰喀啦 数声响过 大门内门 门栓目称 齐断 大门向两盘飞开 一个美貌倒姑 微笑着 缓步进来 身穿杏黄色道袍 自是赤练仙子 李莫愁到了 阿根正在打扫天井 上前贺问 是谁 陆立顶急叫 阿根退开 去哪里还来得及 李莫尘扶尘挥动 阿根登时头颅碎裂 不声不响的死了 陆立顶提刀抢上 李莫愁身子微侧 从他身边掠过 扶尘将两名卑女 同时扫死 笑问 两个女孩呢 陆氏夫妇见他一眨眼 间便连杀三人 明知无幸 一咬牙 提起刀剑 分从左右弓上 李莫愁举扶尘 正要击落 见五三娘持剑在侧 微微一笑 说道 既有外人插手 就不便在屋中杀人了 他化身轻柔婉转 神态娇媚 加之名谋好齿 脸色白细 实是个出色的美人 也不见他如何抬足抬腿 已经飘飘地上了屋顶 陆氏夫妇与五三娘 跟着月上 李莫愁 浮沉清晖 将三班兵刃 一起扫了开去 娇滴滴地道 陆二爷 你哥哥若是尚在 只要他出口求我 再修了和元军这个小贱人 我为时不可饶了你家一门良贱 如今 哎 你们运气不好 只怪你哥哥太短命 可怪不得我 陆立顶叫道 谁要你饶 挥刀砍去 五三娘与陆二娘跟着上前加工 李莫愁眼见陆立顶武功平平 但出刀踢腿 转身劈掌的架子 宛然便是当年义中人陆展元的模样 心中酸楚 却盼多看得一刻是一刻 若是举手间杀了他 这世上便再也看不到江南陆家到法了 当下随手挥架 让这三名敌手在身边团团而转 心中情意缠绵 出招也就不如和伶俐了 突然间 李莫愁一声轻笑 纵下乌去 扑向小河边一个手持铁杖的博足老者 扶尘起处向他井口缠了过去 这一招他足位着地 这一招他足位着地 扶尘却已攻向敌人要害 权威防备自己处处都是恐袭 只是他杀着厉害 实是叫对方非守不可 那老者与敌人来招听得清清楚楚 铁杖极横 抖地点出 竟刺他的右腕 铁杖是极笨重的兵人 自来用以扫打杂撞 这老者却运起刺自觉 竟使铁杖如箭 如出招清零飘逸 李莫愁浮沉微灰 银丝倒转 已卷住了铁杖杖头叫一声撒手 借力使力 扶尘上的千万缕银丝将铁杖施力尽数借了过来 那老者双臂拒阵 险些把持不住 危急中 城市跃起 身子在空中斜斜窜过 才将他一幅的巧劲卸开 心下暗惊 这魔头果然名不虚传 李莫愁这一招太公钓鱼取易于愿者上钩 以敌人自身之力夺人兵刃 本来百步失一 岂知竟为夺下他的铁杖 却也是大出意料之外 按道 这跛脚老头是谁 竟有这种功夫 身形微测 但见他双目翻白是个瞎子 灯时醒悟叫道 你是柯震恶 这盲目博足老者 正是江南七怪之首的飞天蝙蝠 柯震恶 当年郭敬黄荣参与华山论剑之后 由黄药师主持成婚 当年郭敬黄荣参与华山论剑之后 由黄药师主持成婚 在桃花岛归隐 黄药师性情怪癖 不喜热闹 与女儿女婿同处数月 不觉厌烦起来 留下一封书信 说要另寻清静之地闲居 静字飘然离岛 黄荣知道父亲脾气 虽然不舍 却也无法可想 初时还到数月之内 父亲必有消息带来 哪知一别惊年 音讯咬然 黄荣思念父亲和师父洪七公 和郭敬出去寻访 两人在江湖上行走数月 不得不重回桃花岛 原来黄荣有了身孕 他性子向来刁钻古怪 不肯有片刻安宁 有了身孕处处不变 甚是烦恼 推远或使 自使郭敬不好 有孕之人性子本意暴躁 他对郭敬虽然情深爱重 这时却找些小顾 不断跟他吵闹 郭敬知道爱其脾气 每当他无理取闹 总是孝孝不理 若是黄荣脑得狠了 他就温言慰计 逗得他开言为孝方吧 不觉十月过去 黄荣生下一女 取名郭福 他怀孕时心中不喜 但生下女儿之后 却异常怜惜 事事资纵 这女孩不到一岁 便已顽皮不堪 郭敬有时看不过眼 管教几句 黄荣却拙意护持 郭敬没管一回 结果女儿反而更加放肆一回 到郭福五岁那年 黄荣开始受他武艺 这一来桃花岛上的虫鸟走兽 可就遭了殃 不是羽毛被拔得精光 就是尾巴给剪去了一截 西时清清静静的隐世养性之所 竟成了鸡飞狗走的顽童肆虐之场 郭敬一来顺着爱妻 二来对这顽皮女儿却也十分爱恋 每当女儿犯了过错 要想责打 但见她半个鬼脸 搂着自己巷子软语相求 只得探口长气 举起的手又慢慢放了下来 这些年中 黄药师与红旗公军事全无音讯 静荣夫妇想起二人年老 好生挂念 郭敬又几次去接大师傅柯振恶 请他到桃花岛上来颐养天年 但柯振恶爱与市井之徒为伍 闹酒赌钱为乐 不愿过桃花岛上冷清清的日子 始终推辞不来 这一日 他却不带郭敬来接 自行来到岛上 原来他近日手气不佳 连赌连输 欠下了一身债 无可奈何 只得到徒二家里来避债 郭敬黄荣见到师傅自是高兴异常 留着他在岛上常住 无论怎样不放他走了 黄荣慢慢套出真相 暗地里派人去替他还了赌债 柯振恶却不知道 不敢回家兴去 闲着无事 就做了郭福的游办 呼呼数年 郭福已满九岁了 黄荣记挂父亲 与郭靖要出岛寻访 柯振恶说什么也要一块去 郭福自眼磨着非同去不可 四人离岛之后谈到行程 柯振恶说道 什么地方都好 就是加兴不去 黄荣笑道 大师傅 好叫你得知 那些债主啊 我早给你打发了 柯振恶大喜之下 首先便要去加兴 道德加兴 四人宿在客店之中 柯振恶向顾旧打听 有人说前数日曾见到一个青袍老人 独自在烟雨楼头喝酒 说起行貌 似乎便是黄药师的模样 郭靖黄荣大喜 便在嘉兴城乡到处寻访 这日清晨 柯振恶带着郭福 携了双雕到树林中玩 不易凑巧碰到了五修文 柯振恶与李莫愁交手树合 就知不是他的对手 心想 这魔头武功之强 竟似不亚于当年的梅超风 当下展开扶魔杖法 紧紧守住门户 李莫愁心中暗赞 曾听陆郎这没良心的小子言道 他加兴前辈人物中有江南七怪 武功甚是不弱 收下一个徒儿大大有名 便是大侠郭靖 这老儿是江南七怪之手 果然名不虚传 他盲目薄足 年老力衰 居然还接得了我十余招 只听陆氏夫妇大声呼吓 与五三娘已公道身后 心中主意已定 药商磕老头不难 但惹得郭氏夫妇找上门来 却是难斗 今日放大一马便是 扶尘一扬 银丝古尽挺直 就似一柄花枪般向柯正恶当凶刺去 这扶尘丝虽是柔软之物 但借着一股巧劲 所指出又是要害大学 这一次之事却也颇为厉害 柯正恶铁杖在地下一顿 借势后跃 李莫愁踏上一步 似是尽招追击 那只陡然间极向后仰 他腰枝柔软之极 翻身后仰 肩膀里五三娘已不及二持 五三娘吃了一惊 急挥左掌向他额头拍去 李莫愁腰枝清白 就如一朵菊花在风中微微一颤 早已避开 啪的一下 陆二娘小腹上已然中掌 陆二娘向前冲了三步 伏地摔倒 陆丽顶见妻子受伤 右手立挥 将单刀向李莫愁滞降过去 跟着 展开双臂扑上去 要抱住他与之同归于尽 李莫愁以处女之身 失忆情长 变得异样的验赠男女之事 此时见陆丽顶纵身扑来 心中恼恨之极 转过扶尘饼打落单刀 扶尘借势挥出 唰的一声 击在他的天灵盖上 李莫愁连伤陆氏夫妇 只一瞬间之事 带得柯正恶与五三娘赶上相救 早已不及 他笑问 两个女孩呢 不等五三娘答话 黄影闪动 已窜入庄中 前后搜寻 竟无成英语路无双的人影 他从灶下取过火种 在柴房里放了把火 月初庄来 笑道 哼 我跟桃花岛一灯大师都没有过节 两位请吧 柯正恶与五三娘见他凶狠四暴 气得目刺欲裂 铁杖刚见双双弓上 李莫愁侧身避过铁杖 扶尘扬出 铁杖早将五三娘长剑卷住 两股尽力自扶尘传出 一收一放 咔的一响 长剑断为两劫 剑尖刺向五三娘 剑柄却向柯正恶脸上 即将过去 五三娘长剑被夺 已是大吃一惊 更料不到他能用扶尘 镇断长剑 再立即以断剑分击二人 那剑头来得好快 急忙 低头闪避 只觉头顶一凉 剑头略顶而过 割断了一大层头发 柯正恶听到 金刃破空之声 杖头激起 激开剑柄 但听得五三娘惊声呼叫 当下运杖成风 灼灼进击 他左手虽扣了三枚毒极力 但想素闻赤炼仙子的 兵破银针 阴毒异常 自己目无见物 别要引出他的厉害案起来 更是难以抵挡 是以情势虽甚紧迫 那毒极力却一直不敢发射出去 李莫愁对他始终手下荣情 心道 若不贤贤手段 你这瞎老头 只怕还不知我有意相让 腰之款白 浮沉银丝已卷住杖头 柯正恶只觉一股大力 要将他铁杖夺出手去 忙运进回夺 那只尽力刚透杖端 突然对方相夺之力 已不知道了何处 这一瞬间 但觉四肢百害都是空空荡荡的 无所着力 李莫愁左手将铁杖掠过一旁 手掌已轻轻按在柯正恶胸口 笑道 柯老爷子 赤练神掌拍到你胸口了 柯正恶此时自己无法抵挡 怒道 贼贱人 你发劲就是 啰嗦什么 五三娘见状 大惊来救 李莫愁跃起身子 从铁杖上横窜而起 身子上在半空 突然生长在五三娘脸上摸了一下 笑道 你敢煮我土二 胆子也算不小啊 说着 格格娇笑 几个起落 早去得远了 五三娘只觉得她手掌心柔腻温软 给她这么一摸 脸上说不出的舒适兽用 眼见她背影在柳树丛中一晃 随即不见 自己与她接招虽只树合 但每一招都是闲死还生 已然使尽了全力 此刻瘫软在地上 一时竟动弹不得 柯震恶势才胸口也是犹如压了一块大石 梦恶难言 当下急喘了束口气 才慢慢调云呼吸 过了好一会儿 五三娘奋力站起 但见黑烟腾空 陆家庄已裹在烈焰之中 火势逼将过来炙热异常 当下柯正恶分别扶起陆氏夫妇 但见二人气息奄奄 已挨不过一时三刻 寻思 若是搬动二人 只怕死得更快 可是又不能将他们留在此地 那便如何是好 正字为难 忽听远处一人大叫 娘子你没事吗 正是五三通的声音